6月2日,三江园北京秦中国新青海玉树藏族青少年北京行公益活动持续进行 当天傍晚,来自青海省玉树州儿童福利院的40名藏族青少年来到北京工人体育场 观看北京国安对阵长春亚太的中超第11轮比赛 比赛开始前,球场大屏播放着玉树青少年主题视频 赛场环境屏幕用中文藏文展示着孩子们的名字 有为特别的是,6名玉树孩子作为球童与球员共同出场 得知比赛现场有一群远道而来的小客人,关注席上不断响起,呐喊欢呼 这是当我们开场的时候,这次来了很多教组小朋友,大家都热烈地鼓掌欢迎他们 很兴奋,最好的一天,这次也成了一名球头 看见,大家看着我鼓掌,看着我呐喊,非常骄傲 每当有进球,孩子们都无比兴奋,他们在足球氛围浓厚的玉树长大 虽然没有受过专专业系统的训练,但对足球有着单纯质朴的热爱 圆梦公体也让孩子们对未来有了更多畅想 平时踢球时,是在家乡的高原上踢球 第一次和专业的足球运动员离得这么近 未来想当一名运动员,希望长大后也有这样的机会 来这么大的球场踢一次球 得到玉树好好学习,考上北京 比赛结束后,一位北京国安小球迷将自己的应援毛巾送给了新认识的玉树朋友 从玉树到北京,这群来自高原的孩子们走过2500公里 跨越4500米海拔,交到了更多朋友,也看见了更大的世界 这是这名占族孩子,他们每个人都怀着一个小小的梦想 从4500米的这个高原跨越2500公里来到北京 这是赞族青少年北京行,是一次传递社会温暖 共助美好童年的活动,也是我们中心公益正式启航的酬产活动 也是我们中心社,中心网,扛起主流媒体,社会责量和担当 更好服务社会的一次有益的探索 我觉得足球为他们打开了另一扇窗 帮他们认识自我,实现自我,展示自我和超越自我 我相信这是跟国安队的交流,一定会在未来的岁月中激励他们养婉之臣 开不开心,开心 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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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心